可以说女性的盆底呢 它就像是一张弹簧床 但是随着这岁月的流逝 妊娠地球引力等等多种原因吧 会让它逐渐的衰老 弹性功能逐渐的减弱 而这些疾病呢 对于女性朋友来说非常的痛苦 同时也是一种难言之隐 导致女性朋友不敢说 不好意思说 这时间长了以后就会逐渐的加重 那今天我们该如何来认识 这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又该如何来治疗呢 今天在直播间当中 我们就邀请到了两位专家 跟我们来共同探讨 首先通过一段小片子 一起来认识一下两位主讲嘉宾 李丽娟主任医师 黑龙江省促进自然分娩委员会 副主任委员 哈尔滨市医学会 妇科专业副主任委员 哈尔滨市医学鉴定专家库成员 黑龙江天原妇产医院 妇产科主任医师 原哈尔滨市红十字中心医院 妇产科主任 月剑新副主任医师 中国妇幼保健协会 妇幼微窗专业委员会 妇科医院士学组委员 中国医师协会 妇科内境与微窗专业委员会委员 中华医学会妇产科专业委员会 妇科内境学组委员 黑龙江抗癌协会 与宫颈癌筛查 与临床诊治质量控制委员会委员 黑龙江天原妇产医院妇科主任 再次欢迎我们的老朋友李主任和岳主任 两位医生早上好 早上好 这两天其实天气变化挺快的 然后有很多的朋友 尤其是稍微上了年纪一点的朋友 就会患上感冒 咳咳咳咳嗽的没完 可是对于到达已经年龄的女性朋友来说 有的真有这种现象 就是连续的咳嗽之后 突然不好意思了 是不是 这个裤子湿了 甚至有严重者可能这一年当中很长的一段时间 都在穿着这个成人尿不湿 那这种情况跟什么疾病有关系呢 李主任给我们大家先普及一下 我们今天主要讲这个盆腔功能战略性疾病 就帮他 包括你刚才说的老百姓叫做 书生说拉拉尿了 确实是难言之意 盆腔功能战略性疾病 听起来很陌生 说起来也很绕口 就玄秘而特别长 对 也很绕口 对 实际上呢 咱通俗讲 就是说这个腹腔最底下是盆腔 盆腔有盆底 盆底呢是有多种肌肉 筋膜 它构成了一个支撑组结构 它封闭了这个盆腔 骨盆出口 其中呢 咱这个子宫 尿道 阴道 还有这个直肠 通过这个结构呢 贯穿而出 它这个东西就像刚才说的 像一个吊床 像一个吊床 吊床 这个吊床呢 有某种原因呢 岁月的流失啊 认沉呢 它吊床这些组织结构呢 松了 松了以后呢 相应的这些 刚才我说这些 瘴器呢 也就是大肌引力呢 要往下拖 往下垂了 所以说这个盆底的肌肉 其实它本身的这个位置就存在着一个特殊性 对 它是肌肉的 我们来找这样一张图片 看看这个盆底肌到底是在哪儿的 刚才老师是从语言上给我们叙述了 这跟很多的脏器都有关系 咱们把它稍微的放大一下 好 这下面 最下面这个粉色的这个部位 就是一种肌肉叫做盆底肌 还真的是特别像吊床 对 然后所有的这个脏器都在它的上面 灌从而出 然后跟外头接口出来了 这样的话时间长了以后呢 它脱催了 相应这些脏器呢 也脱出来了 相应它的症状也就出现了 它是时候说我们分三个腔 前头要前盆腔 那是膀胱尿道 阴道前臂 中盆腔呢 就是穷龙 子宫 后盆腔呢 是直肠和阴道后臂 分了三个腔 所以我们一会儿手术来讲呢 根据三个腔不同的位置进行矫正 这吊床脱了以后呢 我们手术也就是说 一个是往上转 一个是斩掉脱 它说在出吊床以后呢 脱以后出现了 叫子宫脱催 还有这个药湿紧 还有就是性功能障碍 这三组统称为 叫盆腔功能障碍性疾病 一讲子宫脱催 老百姓就通书欲懂了 因为子宫脱催 好多都知道老太太 到了门诊告诉我 我东西出来了 可能是子宫脱催吧 他自己有个印象 要讲盆腔功能障碍性疾病 他不懂 这个子宫脱催呢 在我们刚解放的时候 因为那时候多惨 再加上重体力劳动 没有经过保护 好多人都是子宫脱催 在解放前 刚刚解放说 我们作为一种三防疾病 那时候三防疾病 对 作为我们防子宫脱催 那时候是免费治疗的 大家就是很多医生呢 就要到农村下乡 给做子宫全切 这家家人到前后必修补 那时候就是一个传统术士 就做这种术士 这种病呢 是发病率相当高的了 但是老师 我们现代生活 刚才您说 在那个年代 还真是 这一家有好几个孩子 到现在 比如说这姑姑啊 姨啊 都有好几个 不像现在一家就一个 那时候可能对于女性朋友来说 这多次的妊娠 会产生这种情况 那您说这现代社会 对吧 一家可就一个孩子 而且这女性朋友 特别注意保养自己的身体 难道还会出现这样的 比如说弹性减弱啊 会出现宫底肌肉萎缩 这样的情况吗 会出现的 但是程度不一样 现在人们对生活的质量 要求的比较高了 可能是在旧社会呢 在开始的时候呢 就觉得能忍受 我能忍着 因为轻度的时候 没有什么症状 但是现在的人 对轻度 我知道我可能要发生这个病 我现在就开始预防 以预防为主 这种病的发病率 是相当高的了 所以在国外呢 据统计呢 发病率能占12.5% 其中大多数呢 是在60岁以上的老年人 因为韧带松弛了 他就是发生了尿失剂 据我们中国呢 国内统计呢 发病率能占11% 其中40%到60%的人呢 都是发生60岁以后的尿失剂 因为轻度有没有 有 刚刚上完癌就可以了 但是那时候可能轻 没有什么症状 等重了 有症状了 他才来就医 只有31%的人呢 能到医院就诊 刚才像主持人讲的 小车讲的 就是说 他难以其词 不好意思 真的是不好意思 他说 说实在的 他第一个症状是什么 拉拉尿 就老病人特通俗的 这就属于尿失剂 对 就属于张力气尿失剂 或者是神经尿失剂 什么这些失剂 他就是情不自禁的 我有一个患者 我就特别清楚 那是我做的第一例 修补手术 那可能是20年以前了 那时候还没有尿不实呢 就什么 就是那种白的毛巾 大的毛巾 折叠几层 戴上 这样戴了以后呢 他情不自禁的就拉拉尿 他生个八斤的孩子 过了几年以后 才吃拉拉尿 这种病人 他真是社会 是种 全球认为是 社会健康性疾病 为什么 因为你总是倒拿一种骚味 尿 情不自禁的 就有的时候真的是 比如说到一个公共场合 虽然别人不知道 但是可能身体 会发出这样的气味 对呀 所以叫社会癌 它就是很难以起此 到这种程度来治 那我们肯定要经过手术治疗 如果发现早的 可能是刚开始 我们可以预防为主 可以得到纠正 所以现在你说发病率呢 发病率是神品的数是低的 但是就诊率要高了 人民对生活质量 要求也高了 就更关注了 对很关注了 刚才您提到一个 非常典型的症状 就是尿失禁 这个给很多的女性朋友 带来特别多的不适 那如果患有盆底功能 障碍性疾病的话 除了尿失禁之外 还可能会出现 什么其他的症状 它的危害和后果是什么呢 你说意思就是说 从盆底障碍 它就走不出随 对就是除了尿失禁以外 其他有没有不舒服 你比如说会不会 哪里疼痛 或者是其他的这个问题存在呢 它疼倒不是很疼 因为它就是子宫脱催 这是三个字嘛 还有个子宫脱催 子宫脱催 子宫轻度的时候 推催呢 能够自然缓纳了 它能缓纳 种的时候呢 就是早上晚上 它都掉出来了 掉出来了以后 最底分的是宫颈 宫颈经过长期摩擦 它就可以就是溃痒 溃烂 甚至有浓性分泌物 而且它腰也疼 你看整个胀气往下脆 那能舒服吗 就是说腰酸 肚子不适 但是不是疼 肚子不适 胀酸 腰酸 脆的 还有就是说 整个的 像一个气球似的 大家说像 你上去院 哎呀 大夫不好 我什么了 我一个好像一个什么东西 掉出来了 因为可能它突然 在轮在阴道里 突然掉出来了 是一个像小孩头那样大的 那可能就是四度子龙脱脆了 还有就是性功能障碍了 那就是性生活不满意 没有性高潮 这些症状都可以出现的 这些还真是严重影响 我们这个生活质量的 甚至是一个家庭的和谐和健康 其实要说吧 这个李主任是一个女性 在接待患者 你想如果真的出现了 这盆底肌的问题 盆底功能障碍性问题 李主任是个女大夫 还好说 岳主任您是一位男大夫 就是在您临床上 一般女性朋友 真的有这样症状 找到您的时候 这怎么办 您怎么解释呢 大家会不会有这种 就不太好意思的 这种情况呢 现在吧 这个社会进步了 这个就像医生 在国外啊 日本啊 医生 妇产科医生 基本都是男生 女医生很少 这个很少见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病的时候 大多数都是什么呢 都是这个年龄大的 症状重的 需要手术治疗了 找到了我们 所以这个 不好意思这事 在几年 在我刚上 刚毕业的时候 对 刚毕业的时候 是有过 但现在基本上没有了 大家因为去看病 很认可 这个很正常的 这个医生部分男女嘛 是这样 但如果说真的是 这个男年 真的是不好意思说的话 如果真的就不到医院去的话 时间长了 这个盆底肌产生问题了 可能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呢 这个早期 它是没有症状 因为它很轻嘛 比如产后 现在有20%的产妇 产后就出现 不同程度的 这个尿石筋的症状 最早出现的 但实际上讲呢 是它如果产后 及时的去康复训练呢 这些盆底肌的训练呢 就这个盆底的生物 这个反馈治疗啊 其实可能它就 很多就恢复了 恢复得很好 但如果症状 有些人才没治 或者早期 这个很早就做体力劳动 然后也没恢复好 所以这个子宫啊 或者是膀胱啊 或者直肠 就不同程度的 就脱出 脱出早期的话 叫一二级 我们叫 POP Q分期的话 一二期的时候 我们还可以用 这个保守治疗 因为保守治疗 这些康复训练 是一线的治疗 如果动的时候 三期四期 尤其是四期的时候 那子宫都脱出来了 那肯定得去手术治疗 肯定得手术治疗 所以说一般 就是如果出现 这个盆腔底部的功能 障碍性问题的话 一般子宫脱锤 可能到达这个情况的时候 患者才会发现 哎呦 我这个出问题了 因为它都已经脱锤了 对 是吧 那我们来看一张图片吧 说这个子宫脱锤到底是什么样的 有没有分级 有没有轻易严重之分呢 咱们来看看 我帮忙大家把这张图片稍微大一下 这个是一个子宫脱锤的情况吗 对这个就是我们现在最常用的国际这个分期这一种方法 和国内的分期还不一样 对国内是以前传统的就分三期 这个这是国际现在是分四期 零期最早前面那些最第一张图片是正常的 第二张就是一度 一度就是在那个最低点 它这个显示的就是宫颈的最低点 在驴处理膜源还没达到一厘米以上 这是一度 二度的中间那个第三个就是二度 二度就是这个宫颈的最低点的 已经达到了这个处理膜源上一厘米以下 在这边还与处理膜源外车呢 还没超过一厘米 这个区域就是二度 这是一二度这个保守治疗的效果很好 就是一二度可以保守治疗 对可以保守治疗 年轻的话也得保守治疗 因为它可能还有生育需求 如果做别的手术的话影响它生育 所以的话保守治疗成功率还很高 高的等达到百分之七十 所以完全根据它的影响 它的生活质量决定是否手术 不是刚才老师您说 那一般有子宫脱锤这种疾病的 不都是六十岁以上的女性吗 那您说这一二度还有生育功能 这有点相悲吧 不是这六十岁以上嘛 只能说症状更加重了 那必须手术 更加重了 对 因为这个六十五岁以上的病人 到八十岁之前的病人 子宫脱锤都是严重程度比较高的 都是比较高的 这时候随着年龄增大以后 内科病发症也高了 所以手术难度啊 可能我们就也增高一些 不是手术本身有多难 主要是它身体的病发症可能有增高 糖尿病高血压呀 对 这些病发症就高了 对对对 所以手术风险自然就提高一些 提高一些 那前面您说这个可以保守治疗的 这个一二度 可能它的这个患者的年纪还 很小 其实你看产后生孩子都不大嘛 就在产后就出现尿质精的症状 就是咱们中国的女性百分之多少呢 有四分之一到二分之一 有不同程度的尿质精的经历 都有过这经历 可能它没有过真正的疾病 但是它可能一笑的时候 偶尔再出现 不自主的尿就出来了 其实都有过经历过 但是六十五岁以上 那发病率就高了 高的有能达到百分之四十 就是尿质精的症状 它同时合并别的脱水呀 比如说膀胱膨出 再有尿质精 或者是单独膀胱膨出的症状 或者是排尿困难 有的时候 刚开始出现尿质精 随要这膀胱膨出越来越重的时候 它就尿不出尿了 因为尿到那个角度折叠了 以后它尿尿就排不出来了 这时候有些老年女性就得用手 先把这个膀胱膨出这个包块 推到上推 送回去 送回到引导以后 才能把尿顺利地排出来 很痛苦的 对 不及时治疗的话 这个真的是相当痛苦 对 影响到她的生活质量 而且我觉得对于很多老年朋友来说 就可能真的出现这些情况之后 首先她是从心理上就没有办法接受 之前也是家里有一个亲戚阿姨 就出现过这个情况 她有这个情况之后 她首先心里会有种抵触情绪 她觉得 我怎么突然就这样了呢 我怎么就这样上了年纪不中用了 就出现这个问题了 我都这个尿湿劲了呀 我怎么不能啊 我天天还跳广场舞呢 我还觉得自己挺年轻 我还能再干她20年 所以这个疾病很多时候对于女性的心理 可能会产生一个影响 是这样吗 其实这个病吧 刚才说那么重 其实我就觉得从一开始就要预防更重要一点 对 你像这个病因呢 主要是还是它的分娩 认沉 还有她的这个岁数大了 这个脱水 即就松弛 你像那个主要是还是发生在认沉 其实现在好多人认为 我胖红了 我就不能子宫脱水 这个是错误的 有这个 对 大家有这个说法 对 突然我就不那个不应当分娩 我胖红 实际上不是的 因为认沉的这个10个月呀 10个月这个子宫本身胎儿带子宫 子宫就这么大 随着胎儿长大呢 祖宫逐渐增大 它正好就压在这个盆底上 这个盆底的肌肉呢 受到这个重力要求 它就要逐渐大 最主要还是它的一个分娩 分娩呢 因为我们讲 第一产生还可以 到第二产生 这个胎头开始 薄露了 凿灌 需要到一两个小时 所以这样的头 正好压在咱们的盆底 在我们分娩时常常听到 这个助产师最常说的话 加油 使劲 所以每次 每次这个加油使劲 实际上就是压着盆底 让盆底的重力 逐渐的要压 压完以后呢 它能把胎儿 就是靠盆底肌 把它逼出来 从总数数力 还要靠盆底肌量 所以有的时候就是说 在准备认身之前的那几两个月 开始练习了 像什么瑜伽嘛 对对对 其实它就是训练 那个盆底肌肉的这种力量 做那个凯格尔运动嘛 它就是这样的话 运动要把逼出来 所以现在我们在产科 常规的在产后 不论正常产还是胖产 都做一个超生 看看它的盆底肌肉 受不受损 大多数呢 它的扩腰肌都没有受损 它最常受损的就是这个钢鸡肌 钢鸡肌可能有不完全的锻炼 这个分离啊 死骨分离啊 这些都可以的 所以除了这个抛工产 正常产 它都要受损 所以女性同志呢 早早就开始就是治疗 现在现在好多人做那个 凯格运动嘛 就是这种锻炼 让它加强盆底 以免它脱垂 但是脱垂以后 我们也不是说没有办法 我们根据它的各个年龄主 各个情况 我们做很多很多的术识 现在国际上发表术识 大约统计有六七十种 但每一种术识的都不是说最好的 所以才有这么多种术识 我们是根据它患者的需求 根据它年龄 根据它脱垂的程度 有没有张力尿失锦 在采取不同的术识 可以开辅的 可以阴适的 可以辅相敬的 其实刚才李主任话当中 提到一个非常重要的 就是现在大家普遍的一种想法 因为与妈妈之间 肯定会互相的交流嘛 说哎呀你这打算怎么生啊 这肯定是准妈妈之间 打招呼的一种方式 然后那妈妈就说 我跟你说啊 这我想选择泡公产 因为人家说了 这以后啊 这泡公产如果老了之后 可能对于这个盆底机 有一个很好的这个影响 它不会变松 刚才您说了 这泡公产也好 顺产也好 对于盆底机 它的松紧是完全没有影响的 对吗 但是运动分娩确实有一定影响 不是说绝对没有影响 它跟泡散的相比 但是不是泡公产就没有影响 也不是绝对没有影响 因为认成10个月 这种慢性的压迫 也是盆底机要松的 那我觉得这预防方面 还是特别重要的 就是你看这女性到了一定年纪 为什么有些人 她盆底机就出现了问题 她子宫就会脱锤 有些人就没有呢 这个平时应该注意点什么 怎么来预防呢 这预防吧 实际上还是从产前就开始预防 产前就开始预防 对在怀孕的时候 就做这个 就凯克尔运动啊 这些运动一定 当然这个运动 实际上在她没怀孕之前 就应该在医院医生指导下 做正确的运动 这个运动可能大家都在网上能查到 做这个什么方式 大家有几点要需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说做这个运动的时候 一定要腹肌要放松 单纯的收缩这个肛门和引道 这个持续时间一般的是 持续最少是三秒以上 一般都坚持到五到十秒是最好的了 然后每次做呢 是十五到三十分钟 然后坚持六到八周 这六到八周是一个疗程 一般的时候 四到六周的时候 症状就 就有些人有症状的就改善 没症状的话 就加强了喷底肌肉 让它加强 张力增大 这个维持力就好一些 等它产 这个在怀孕以后 一直 因为怀孕以后 随着重力的作用啊 这个子够增大呀 它喷底肌 它就逐渐的被拉伸 这时候你肌肉强度 如果一直也在锻炼的话 一直保持你盆底肌的张力 和它的强度 第二点 还有助于协助它阴的方面 它肌肉强度大嘛 就像你看 城里人为啥生孩子 有时候费劲 为什么有些劳动人民 生孩子比较顺利 人家一直在劳动 对 人家肌肉啥的 相对来说 发达 对 就是说肌肉发达 其实不仅仅是指的 这个体力上的发达 不管是骨骼级 有的时候这个平花鸡啊 有些人它也长期 它也可以锻炼 那如果除了这个准妈妈 就准备生宝宝的女性 可以这样锻炼之外 像我们普通人啊 就没有这认身要求的 但是想去延缓 避免自己以后出现 子宫脱锤啊 尿失禁等等症状 就我们平时在家 也可以进行这样锻炼 对呀 但是这个锻炼吧 一定是 我建议是 一定要去医院 做我们生物反馈治疗 那个有个仪器 这个仪器吧 它能指导你 怎么能够锻炼到 正规的需要的程度 那盆底的肌肉 那个锻炼 不是说你 我说一收缩就好使了 但有时候你做的 不一定有效 一定到医院 我们科 我们医院有盆底科 一定在它那指导下 它有一个声音 模拟信号 或者视觉信号 它提示你 反馈你 说你做这个运动 咱们达到那个标准 如果达到那个标准了 你经过十次到十五次以后 你形成一个条件反射了 回家你可以自主训练 然后你老年的时候 为啥年龄大的发生啊 年龄也要 它发生少了 因为这个年龄大了以后 它刺激都下降了 明白 盆底肌肉这个损伤吧 逐渐更加薄弱了 你在训练 可能会形成一种刺激 对 到时候你一直在坚强训练 老年以后 就可能就不发生 或者烟火发生 所以说对于这个 年轻的女性朋友 其实呢 即使现在没有出现 这个盆底功能 障碍性疾病的时候 也可以到这个正规的医院 去进行一个评测 看看平时自己 怎么来保养 怎么来预防 但是对于已经患有 这方面的这老年朋友来说 子宫脱锤啊 尿失禁啊 等等 其他方面的疾病 那应该如何来治疗 什么样的方法 最适合自己呢 那一段广告回来之后呢 我们继续为您大一节火 今天跟您共同聊聊是 女性盆底肌盆底功能性障碍方面疾病的话题 刚才我们说了 这女性呢 到了60岁以上啊 可以说大部分 特别普遍的 就容易出现这个盆底功能性障碍疾病 刚才说了子宫脱锤 咱们先来说说这个疾病 现在岳主任 子宫脱锤 在您的这个临床门诊当中 是不是占的比例算是最多的呢 这个老年的 这个良性疾病里头 这个脱锤的疾病是占主要的 当然这属于良性 其实还算好 这是良性的 对 只是影响它的生活质量 这个我们这个 经常遇到这种 他现在年龄吧 有的是年龄很轻 但是也发生 只是程度不一样 这程度重的老年呢 他就必须得治疗了 因为他有的时候脱脱以后 他磨的 就是磨的就是黏膜啊 子宫黏膜啊 宫颈黏膜 印刀黏膜 除了以后长期摩擦 这个破溃 容易感染 对呀 破溃以后啊 再出血呀 它也疼痛 有的是尤其是这个破溃以后的疼痛 是很难接受的 这是必须必的治疗 对 对 就是关键问题是 它会出现那种反复的摩擦 会造成破溃 会痒 会激发感染 对 在这个破溃本身 他疼痛就很 很重 再加上感染以后 加重他的症状 所以这时候 他就肯定去医院去治疗了 但是这个没破溃之前 他这个下醉感 肠肌的 尤其是他除气以后 走走 他就掉出来了 肠肌出的掉出来 就是子宫掉出来了 这个掉出来以后 他就走不动了 就和男的有膳气 其实差不多 有点像 膳气也是脊部薄弱嘛 这个肠子 膳气是往肚子外面骨 对 但这个是往下 往今到外头 对 他也是往外除 突出在正常为止了 这时候他都是有点下醉感 他症状基本差不多 腰底部酸胀 然后酸胀越来越重 有的时候走走就不行了 可能回家躺着以后又回复了 对 就缓解了 体位发生变了 但是你这不能活动 这不能活动以后 身体就越来越虚弱 对 所以大家都是随着这个条件 经济条件好了以后 都到医院去治疗 我们通过治疗以后 我觉得这跟经济条件好 没有什么关系 好不好 你这也影响生活 也得到医院去治疗 但是很多年龄大的以前 真不治 真的吗 就忍 就挺着 忍 那每次上厕所怎么办 上什么 上个乒乓球 推上去 我们现在就是更科学的 叫子宫脱 现在就上乒乓球 对 很遭罪的 这个病吧 真是难以治疑 很遭罪的 那所以现在最好的 这个对于子宫脱锤的 这个治疗方式是什么呢 治疗方式吧 根据年龄不一样吧 需求不一样 我们治疗方式是针对性治疗 比如他这个年龄很大了 都75岁以上 80岁了 这时候随着身体病患症增加 我们做手术的时候 就是以封闭数为主 可以不切 就上个封闭数 因到封闭 然后他当然做封闭数以后呢 就不能有形成活了 但这个年龄 一般形成活很少 所以这时候 跟你年龄不一样 病发症不一样 我们采取的术式就不一样 刚才说的就是 病发症比较重 比如心脏病啊 高血压呀 这些疾病都很重了 所以全切的子宫啊 或者盆体这个全盆全掉啊 这都不是很适合了 这时候我们就 简单的一个手术 就是一个引导封闭数 就可以了 就解决他的问题 完了一般手术 20到30分钟 就能做完 就缓解的症状 当然年龄轻的 你说有的人 三十几岁 他也出现的 也有 但是他程度轻 这时候你就不应该 手术治疗 就应该采取一线的 这个抗腹治疗 您说那个轻 就是说他还没有推出 脱锤出来 没到散度 但是他已经有 其他的症状了 对 比如说尿失禁 早期有尿失禁呢 尿失禁 当然单独有 单纯存在的尿失禁 它虽然80%合并 有膀胱碰触 但是有20% 的不合并膀胱碰触 所以这时候 我们就可以单纯的 治疗他的尿失禁 为什么还有单纯的 那个尿失禁的疾病 跟这个是一回事吗 尿失禁 它这个膀胱 这个膀胱颈和尿道前接处 它变平了以后 引起的 所以膀胱不一定碰触 损伤的部位 显现的不一样 也就是说 这个子宫脱锤 或者是这个盆底肌 出现问题的话 它可能会导致尿失禁 但如果出现尿失禁 不一定完全都是盆底肌的问题 很有可能是其他方面 有可能就是脱锤 有时候也不伴有 这个张力气尿失禁 也不一样 就是看它这个膀胱 这个角度 膀胱和尿道这个角度 如果角度变窄了 可能它就是开始尿不出尿 变宽了 它就看着角度 有时候单独的 就像刚才岳主任说的 就是张力气尿失禁 或者是我们要做一系列的检查 它是张力尿失禁 还是神经性尿失禁 还是混合性尿失禁 我们通过不同尿失禁 采取不同手术 有必要张力尿失禁 我们就很简单 做个TVTO TVTO-S 就可以把这个 就像什么呢 秦荣 就像咱那个自来手的葛兰 歪了 我们给它正过来 拿个吊带给吊起来 把这个葛兰掰正了 它就不尿尿 不拉了尿了 明白了 手术很简单 也就是说 对于这个上了一名年纪 它出现子宫脱锤的患者来说 其实解决办法 还很单一 也是挺好解决的 就是把它封闭掉 就可以了 但我觉得 咱们往前倒一倒 谁也不想走到最后的 这个方法 我觉得这属于 没有办法的办法 对不对 那如果之前 只是出现了尿失禁 还没有出现脱锤的 这样一部分患者 可能是一期到 三期这个阶段的时候 我们会最好采取什么样的方法来治疗呢 进一步它薄弱 所以你当时因为它好了 它以后随着薄弱再 又加重了 加重了 它可能又出现了 所以你这个运动是持续你一生的 我明白了 就这种运动有点像咱喝茶 平时没事的时候 喝点茶 养养生 保养一下自己 喝点这个带茶饮之类的 用点这个比较养生的药 咱溜着 它这也是 就是运动也是对于盆底肌治疗的一种方式 那如果说这光运动 它也没有效果呢 它就肯定效果没有那么明显呢 效果还是很明显的 一般能够达到百分之六七十 是有效率 有没有更有效的 比如说一些仪器 可以帮助我们的肌肉 你看盆底功能性障碍疾病吧 它首先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我们盆底肌松了 对不对 这弹性减少了 有没有那么一种神奇的机器 或者是一种什么样的治疗方法 能够让我们的肌肉 再恢复这种运动和功能呢 我们医院现在有盆底科 就是有这种仪器 叫盆底这个生物反馈治疗 和盆底的电刺激治疗 这些治疗呢 都是一些辅助治疗 如果你盆底肌肉 你不锻炼 它能让它刺激 那也不行 是不是 还得盆底肌加强 它的目的 就是盆底的生物反馈治疗 它的目的 也是让你有效的去治疗 让加强 怎么锻炼盆底肌 其实通过以后 它指导一下 你就能知道 我做的哪次收索是有效的 以后形成条件反射以后 你每次收索 可能有效率就很高 所以你的盆底肌加强了以后 你这些病 自己把它不发展 不发展 不继续进展能够维持的现有的情况 那就很好 对 如果不采取及时的这样一个锻炼 增加盆底肌 不管是用辅助的机器也好 还是说自我的通过这种锻炼也好 只要是延缓 就对这病情有帮助 如果你没有这疾病的话 你就预防了 好 刚才导播示意我 现在平台上有观众朋友来问问题了 这个是一个女性38岁 她说我最近总是感觉憋尿憋不住 特别是听到流水声的时候 就哗啦哗啦的声音 然后就特别总是想上厕所 然后也忍不住了 然后想我问问 这个是不是盆底功能性障碍呢 基本就是能确诊了 就这样就能确诊了 她就根据她症状 因为她这个疾病呢 最主要是看症状 她的症状是很典型的 但是到了医院以后呢 我们肯定要给她做一系列的检查 看看她这个尿湿井 这个漏尿到底是什么原因 是不是张力性尿湿井 或者是其他 如果神器尿湿井呢 我们可以用药物治疗 如果真是张力尿湿井呢 我们可以做就是这种吊大 就把这个很窄一条吊大给吊上去 这种手术就可以了 好 她这个病人吧 我觉得还有一个 我有一个疑问 她是听着流水声 她就排尿 对 她可能不是压力性尿湿井 对 她可能是急迫性尿湿井 这有什么区别吗 这两种 她不是这个真正疾病来的 她是应该是子宫这个 膀胱肌的异常收缩 异常收缩来的 她和这个压力尿湿井可能有区别 可能有药物 她有那个尿动医学 要做尿动医学检查 就还要再最好做一个检查 对啊 刚才我说了 首先到医院以后 要一切地检查 药师井有很多种 有的时候 我听了声音 我到本来我想尿尿的 没想尿尿 一听是哗 就忍不住 还没能到厕所 你就尿了 它是一种神经性的 叫急迫性尿石器 还有就是张力尿石的手术 它有两个混合都有的 那叫混合性尿石器 那如果是那种 就唇盆底肌的话 它听不听到流水声 是不是也不影响 不 那个时候听唇 就是张力尿石 还能憋住 它是什么呀 琴不知之间 它漏了尿 就是漏尿 它不是说到了厕所 憋不住尿 明白了 它不一样 好 所以说建议这位观众朋友 刚才您问问题的这位朋友 建议您到医院 再做一次这个检查 尤其是刚才李主任说的 这个叫什么检查 就是那个张力尿石 那些就要尿到动力学 动力学 尿到动力学检查 对 旁观的压力 它就这个压力 角度都能看出来 好 我们来看下面 这位观众朋友 他问了说 我是77岁的患者 合并有慢性力细胞白血病 可以行阴室手术吗 我觉得他要如果 这个力气泡白血病呢 一般都是慢性的 如果他现在肌病平稳 我觉得可以手术 刚才我觉得他77岁了 又有和平症 最好就采取 就是这种阴道封闭术 是比较适合的 我做很多这种手术 好多老百姓不懂 他们因为阴道封闭术 就把小阴存缝一块 说这手术太简单了 是不是就把小阴存 这个缝那块 实际上不是这样的 它是子宫可以不切 因为这样手术损伤小 但是一定要看清楚 它的宫颈有没有问题 这样首先我们要做一个 宫颈癌赛查 而且要做子宫的赛查 就是没有内膜吸肉 没有内膜癌 我们就可以做子宫保留的 我们把阴道的前臂和后臂 给它分离 把阴道的前臂和后臂 封在一块 这种手术 除了不能解决 它性生活不能有了 它的术式是很确切的 虽然是个古老手术 这个手术 这个复发率是最低的 对 它手术很好 所以为什么一定要做这个手术之前 要检查一下 它的这个宫颈 到底有没有问题 如果有问题 会产生什么影响呢 因为它看不见宫颈了 我把阴道前后臂封起来了 但是要是做半封闭手术 一般我们是把前臂后臂封了 要留一个道道 有留个道 留个道以后要把这个分泌物呢 因为老年人还有分泌物嘛 分泌物能出来 但是我已经看不到宫颈了 如果再得宫颈癌什么呢 我是没有办法 那就麻烦了 也查不出来 因为封闭了 就好像一个房子 我关到屋里了 外头门关上了 看不见了 好 所以说这个具体的这个手术操作呢 还是根据不同的这个病情 来进行具体的这个判断的 所以说 其实这个我们的盆底肌啊 对于每一个女性朋友来说 这么重要 其实前几次节目 李主任和岳主任都做客 我们演播室 突然真的觉得 这个女性朋友的 所有的这个器官 每一个都那么的重要 没想到最下面的这个盆底肌啊 它像一个摇床 一个弹簧床一样 平时大家可能都没有关注它 但没想到到关键时刻 其实它会给我们带来很大的影响 所以说 希望这个电视机前 所有女性朋友啊 都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健康 好了 咱们进一段广告吧 广告稍微休息一下 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为您打一节目 欢迎回来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新闻法治频道 正在为您直播的 健康在线帮 我是小陈 今天呢 跟您共同来关注的是 女性啊 这个盆底功能性障碍性疾病 刚才呢 这个平台上有很多女性朋友 都发来问题了 咱们来看一下 这位观众朋友说了 说我是55岁 压力性尿失禁 阴道前臂呢 轻度的蓬出 盆底肌肉 这个锻炼 坚持不了啊 总是这坐坐停停 我想问一问 要是手术的话 还有什么样其他的这个方法吗 有什么样的选择 看来这个人50来岁 如果真是已经确诊 张天尿失禁 我觉得他术室呢 还可以采取这种叫做 比较传统的买切手术 子宫可以不起 如果他这好多人 我有一个患者 就记得特别清楚 这个女同志吧 是60多岁了 特别越运动 天天跳广场舞 她跟我说 主任你看我很难受 出来了 跳不了广场舞了 本来我是领舞的人 结果领不了五了 他这个人有什么特殊情况 他走了好多家医院 为什么都不给他做了术呢 他是得一种病叫做 兼职性膀胱炎 他在北京呢 把膀胱移位了 他就尿从这出来 膀胱移位了 这样的话呢 他就不能从正常的走 所以大家很难做这种 传统的子宫切除 因为他的解剖费 发生改变了 他最主要特点呢 宫颈长 宫颈超过四个厘米了 子宫脱随宫颈长 那我们就给他做一个慢手术 就把这个主人带呢 给他短缩 宫颈给切断 主人带短缩 把他膀胱前后臂修补 给他推上去 这患者就很满意 所以现在术室呢很多 比较传统手术就是 阴氏子宫全切 加上轻道控修补 但现在呢 像我们术室也不和以前传统一样了 我们也利用他的阴道的这个粘膜 作为他一个补片 因为补片是一体嘛 家庭又贵 又不好 又排斥 我们就用他自己的阴道 加强以后 作为一种像类似补片的东西 我们可以做修补 我们还有在阴氏呢 可以做底进代修补 还有那种开腐的 或因是 刚才我们说是吊床嘛 吊床我可以上它吊 上面再加紧一点 对 就那个月主 他们做过很多这样的手术了 比方把子宫 给它全吊在底人带上 把子宫全在腹壁上 因是呢 我可以做底进代悬吊 和底骨短缩 这手术现在国家呢 统计了能有 70多种 但没有一种手术更好 多少种 70多种 70多种 它就在进一步发展 因为每一种手术 它都有它的优点 都有它的缺点 那您怎么来判断 就患者到了您之后 这么多种方式的手术 70多种 它适合哪个呢 就是根据一人而一 你像我刚才说 所以说 它就膨胱都已经一味了 那我就做满切手术 不切除它 如果真是像老太太 80来岁了 那我就做一个 应道封闭术 比较我这个年轻 我还要保留子宫的 那我可能做 腹腔剑做悬吊术 哎呦 这个70多种 这有点像私人定制的感觉了 这是私人定制 是私人定制 每个人 每个人不同的方法 你看这个网友啊 刚才他提到的 我不知道是不是 李主任说的那个 他想问问 64岁的患者 子宫二度 这个重脱锤 用网片的效果如何 就他说这网片是刚才您说那补片吗 是一个意思吗 是一个意思 那这网片效果到底如何呢 这个网片近些年吧 是美国现在已经退市了 这个网片虽然现在我们依然在做 但是我们现在逐渐的用自身组织 去加强这个盆底的修复 因为网片有个缺点的人 他有个暴露的问题 网片如果他在暴露在外面的话 他就很难清除 尤其在里头说 有的时候申部的话很难清除 浅面的话还行 还好清楚点 但是也造成一定的损伤 有些时候造成很严重的后果 所以现在我们近些年 国内也逐渐的用自身组织去修复 这个效果还能达到一定的预期效果 然后远期并发症还没有 这是我们能够想做的 所以现在就算他这个术式 用不用网片呢 我们现在都不建议用网片 但是有一种可以用网片 比如他这个子宫 想保留子宫 然后没有膨胱膨出和直上膨出 就单纯的中门腔缺陷 也就是子宫脱锤 然后我们把子宫可以掉到底骨上 底骨旁边有个前宗人带 缝在上面 然后就把它拉上吊上去了 这是我们现在一个子宫中门腔脱锤的 一个标准的术式 当然实际上也有 也跟你手术的这个医生的水平 也有一定的失败率 它不是百分之百 所以这个还是一个有风险 就有可能会 但是它这个风险就低一点 低一点 这个风险低一点 因为这时候缝的时候 我们用这个吊带网片 我们给它用腐膜包上 包麦上以后 它就很少能够裸露 裸露程度降低以后 这个效果就能好 我估计它刚才说的 就是说我们前几年 做的最多那种叫做盆底重建 全盆重建 它可能说是这样 刚才说已经下市了 这种它有那时候方形胃癌 好像大家就说 做盆底不做的手术 就不叫做盆底手术似的 大家都在做 它就是一个网片 这个网片很贵的 两万多块钱 有美国的 有加拿大的 有南韩的 不同的术式的 而且在咱们哈尔比 还不给报销 就自费的 它就是这种盆底 所以其实它现在 已经完全不适合 也不能说不适合 它有它的弊病 但现在可能 不太用了 也在用 就是说怎么克服它的缺点 保留它优点 它的缺点是什么 就是对年轻人 年轻人他这个网片以后 暴露以后 他性生活不满意 因为你性功能 他就是开始没有了 因为他弹性没有了 性功能不好 而且他生了以后呢 可以有膀胱的损伤 尿造的寝湿 都可能发生的 而且价格也比较贵 而且这个手术呢 手术操作也不是很简单 因为它全盆 包括前盆 中盆 后盆 它都有三个爪子 六个爪子 抓出来 就像吊床嘛 吊起来 我就会捧起来 就这么有术室 他这个人术室的话 我觉得他还应该上医院 更进一步的 根据他的症状 采取一个更合理的术室 好 刚才还有一位朋友 他是这样问的 他说去医院 如何进行训练 这个盆底肌 我可以在家训练吗 在家怎么训练 对 刚才两位老师 对于这个预防 这一块说了很多 也这个岳主任提到了 说如果你想锻炼的话 可以到医院进行训练 把这一段 再给我们详细的解释一下 好不好 尤其是早期 他自己锻炼 肯定是不合适 因为他没有一个 正确的指导的时候 其实也不知道 该怎么锻炼 有消息 他是受质疑的 所以一定到医院的 在那个生物反馈治疗以后呢 这个治疗得坐10到15个期 形成个什么 这个条件反射 他一收缩就能达到有效的活动 盆底肌达到有效的值得以后 这时候他就回家 就可以自己锻炼 所以早期先到医院去 咱就是先看医生 学会一个正确的 管理自己的方法 我就想到什么 就像我练瑜伽一样 对 我特别练瑜伽 但是在健身房练瑜伽 你那老师叫你 呼气吸气 你知道怎么知识 很标准 对 我在家我倒入腔带 我也可以做 但是很懒 就是做不到那种效果 就是这个意思 明白了 所以说对于这个女性的 盆底肌肉的健康 其实还是越早的锻炼越好 如果上了一定年纪之后 可以延缓我们盆底肌肉的 这种老化的程度 也就是远离了很多盆底功能性 障碍疾病 是所有的一些症状了 好了 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吧 如果电视剪女性朋友 对这个问题 还有任何疑惑的话 一段广告回来之后 我们继续来聊 您的专属 一生准时在线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 健康在线帮 我是小陈 今天跟您共同来 关注女性的盆底肌健康 也就是盆底功能障碍性疾病 刚才提到了 这个疾病当中包含很多 比如说有尿失禁 子宫脱锤 还有性生活方面的一些障碍 现在平台上 很多朋友发来问题 你比如说 这位观众朋友问了 他说 娶滑之后多久 可以做盆底肌康复呢 现在孩子已经是五岁了 这有影响吗 就是生孩子和盆底肌康复 有影响吗 有影响 生孩子肯定是 咱们高纬因素实际上就是妊娠和分娩嘛 对 妊娠和阴道分娩 是咱盆底疾病的高纬因素 也就是说通过妊娠就可能患上这样的疾病 只要你怀孕 他就可能发病率就高一些 他有没有自愈的可能性呢 比如说一般来讲 这生完孩子 他都会自 就是自我康复吧 只能说他这个自己康复 你要不通过咱们人为的干预的话 或者自己干预的话 他的这个不能把这些有些隐患去处理掉 如果能把这些隐患处理掉的话 他以后这个发病机会就是降低的 所以他说这个取环以后 取环以后为什么早期 他如果说到医院的话 做生物反馈治疗的话 他就得必须得没血的情况下 没有瘾道炎没有血 这时候去先去做一些指导 指导以后可以就在家自己做 所以说他现在说孩子已经五岁 就那意思是 早期他没做 就是因为产后就应该做嘛 他产后肯定没做 也不能说晚 就是说没那么及时 但是他现在说他夜市到了也很好 也来得及 也来得及 年龄不大 比不做强 做总比不做强 好咱们来看看这个朋友 他是33岁 他说剖腹产之后44天的时候 检查了B超和血肠龟都正常 但由于恶陆胃没有完全的做白带检查 胃完没有 也就是当时恶陆还没有完事 还有呢 然后做白带检查和盆底机检查 现在快三个月了 还有必要去做吗 都是自己带小孩 最近呢 这个腰占久了吧 做久了就容易酸累 然后自己有做这个提肛运动 所以他想问问现在还有没有必要去做这白带检查和盆底机的检查了 嗯 他早应该去了 他早就应该去 他应该去 现在算你时间吧 这个也不是说很长时间 他想问有没有必要做 有必要的 有必要 对 好 所以建议这位朋友赶紧 这个李主任说了是有必要的 然后这位朋友27岁 给顺产宝宝宝挺大的八斤多一大胖小子 然后想问问该不该做盆底机的康复呢 这个吧 他做是必须得做了 嗯 所以他早期他生八斤多的孩子 他个骨盆啊骨缝啊都可能开了 其实早期我们建议他用这个束缚带 束腰带啥的 对 其实我之前也是那个大夫他就会自己给你勒上一个这个收缚带 你说那是抛肤产的 对 之后 那是那个压迫为主 不一样 但是和这个不一样 这个束缚带呢 束缚带从这个腰部开始到下面一直给你束 嗯 这个产后的和抛肤产 顺产和抛肤产还不一样 嗯 所以他这个因为他早期他没做这些 我们建议他用加强的束缚带去束一下 嗯 然后一是缩型嘛 第二点恢复他的几步的这些 任在前拉的部位 骨缝啊 可能尽早的愈合 嗯 然后呢 他早期这个刚积极的训练 如果有时间的话 前到医院去指导下 嗯 也完成正规的训练以后 以后再加自己去提高运动 他这个就是这个带这个收缚带呀 有没有比如说时间的限制 就一天是一直带着吗 那我觉得那样可能 血液也不会循环的很好吧 对啊 所以他这个要求是这样 他就是一般的吃完饭以后 嗯 饭后半小时 嗯 然后那个排完尿以后 嗯 给带上 带上 带上以后 然后晚上睡前呢 一定要载下来 对 睡觉的时候让他进行一个恢复 对 是吧 这个有利于体型的恢复 对 现在到那个康复中心 嗯 我看呢 有一个就是 康复中心有一个那种像 像罐子似的 嗯 他专门是这种缩骨盆的 哦 他有的磕度 他有先给你做一个评分 嗯 做个评分以后呢 给你医生和护士指导下 专门根据不同的位置 给你不同的强度 嗯 他有再气压的 嗯 更好一些 因为他那个骨形也是随着 对 不断的往回缩 对 他有这种气压 气压垫 对 随时随地的就改变了 好 我们来看这位观众朋友 他说 顺产两个月盆底肌无力 去医院做盆底肌恢复治疗 有用吗 听说电动刺激阴道 反而会使阴道更加的松弛 他这个说法准确吗 电刺激之后会更加的松弛 肯定不会的 肯定没关系 他这有点整反了 实际上电刺激 我们电刺激治疗这块很好 尤其刺激啥呢 刺激这个尿道窥肌 它什么原理呢 这个尿道窥肌吧 它电刺一下 它对这个神经传感这个信号 比较敏感 这时候提高它的控尿能力 所以一些压生尿之间以后 可能发生率就低 嗯 还有一些这个生活反馈治疗 实际上是辅助这个盆底肌 凯特格尔运动 它俩是一体的 所以它这是一个误读 它这个误读 是一个误区 是一个错误的 咱也不知道是从哪听到的 可能又是朋友的朋友说的 是不是啊 对 遥传 对 遥传 所以说这个 不是遥传是误区 对 咱们还得到专业的医院 进行这个挂号诊疗 就不要自己 还得相信科学 对 现在除了声控啊 还有声控 还有词疗 它都是刺激这个神经的敏感 对 焕发神经这种敏感度 嗯 好 我们来看这个观众朋友30岁 我发现问题的 这个都特别年轻 刚才我们还说 可能60岁以上的发病率比较高 但是不知道这些 可能岁数大 没看电视 年轻人的重视程度 和老年人重视程度不一样 对 要求不一样 因为70%多的人吧 有的性生活不满意 其实很多这些人 他可能或多或少的 对性生活有不满意的程度 所以他提出一些问题 他只是没那么直接提出 好 这位观众朋友说 顺产侧切缝五针加撕裂 产后44天检查 盆底肌松弛了 平时小便快结束的时候 有下坠感 蹲下清洗外阴的时候 阴道摸到一团肉 走路基本没感觉 晚上睡觉翻身腰疼 护士建议我做盆底康复治疗 想问问在家能不能做 而且我还要照顾小孩 医院太远了 很多都重复问题 对 他这个也是 说明这个问题 是大家最关心的问题 所以说还是那句话 先到医院进行一个系统的治疗 我觉得他可能会因缝合的 还没有完全恢复好 他那款意思 还有这个丝线 他应该上医院再看看 那会因缝合的怎么样 完了再进步 整那个盆腔 这个康复治疗 我觉得他应该分两步走 他就真应该上医院了 是吧 所以说建议他还是要到 专业的医院 专科医院 这个问题 我觉得也是大家特别关心的 就生完宝宝之后吧 总感觉两胯都特别的宽 有没有什么办法能改善情况 刚才说那个吗 那个疏腰带 就是那个疏腰带 就可以改变他的这个情况 可以改变他的这个体型 对不对 对 好 还有最后的这个30秒的时间 我再看这位观众朋友说 宝宝一岁多了 但是我现在会出现漏尿的现象 想问问什么办法可以治疗 也是通过那个生物电刺激 他这个漏尿吧 你一定得去医院去查一下 因为其实漏尿很多种原因 就常见年轻的不一定是压力尿尿尽 不一定是喷里脱水来的 对 其实刚才岳主任提到了 有可能是因为膀胱的 这个方面的这个疾病导致的 好的 非常感谢今天在这一个小时当中呢 跟大家共同关注 这个